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大这边提出了说 恐怕是要开会讨论 因为过去没有这样的一个先例 没有了台北市政府可以继身 现在一个阳春的4%的党主席 民众党还有没有什么作为呢 他今天呛吓了 像张怡散就说 你不要这个蔡碧如用后就丢 他呛吓说离开 后继续不要在乱讲话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一个离开赖湘林立委办公室的主任 民众党的中评委的主委林树辉 他要来到我们的节目讲一下 民众党现在到底出现了 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苗栗的提名 呵呵一个叫 两个人都是落选头 为什么没法呵呵整合 连一个议员的选举 都没办法整合了 民众党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呢 另一方面当然还要持续关心的是 高宏安的选举官司 还有我们要带您来看看 国民党最近一直在打民进党的 是打说你为什么不把台商当作台湾人 民进党你可不可以发发慈悲心 让台商让在中国念书的学生 可以透过小三通回国 我们想要请国民党睁大眼睛 中国现在的疫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可能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真的要大开小三通的大门吗 另一方面还要带您来看看 民进党现在赖清德选主席 全台湾走透透听取民意 这位民进党议员的当选人杨子贤 我觉得他讲得不错 他说台南市所发生的一切 是最明显的缩影 台南市明明是过去 国民党说牵猴子去台南市选 只要挂民进党籍也会当选的 为什么这次陷入苦战 杨子贤他说 民进党为了全力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在政治现实的相怨当中 一而再的不惜出卖核心价值 我觉得他讲到了核心 那么前总统李登辉先生也说过 这个水清掠不虚 所以这个李登辉先生虽然是民主先生 但是他执政时期的黑金问题 也蛮为人所诟病 郭民党那么大的一个党 黑金问题也很严重 那么民进党他是应该清廉情政爱相途的 现在也扯上了黑金的问题 该怎么样断呢 当然我们就不要说戏派民众党了 我没有看过现代政党里面 哪一个不分区是提财团的二代 没看过 我也没有看过 这个还没有真正开始要选总统 就跟很多前科的这个参选人 议长走在一起 所以台湾的政治好像 比来比起没一个较好 到底是要哪个特洞 所以待会来讨论一下 先来介绍与会来宾 首先就是民进党 县北市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大家好 民众党的中平会主的林书辉 大家好 来介绍的是资深媒体的黄创夏 会名好 大家好 来介绍的是资深媒体的温朗东 会名好 大家好 我们要介绍前国民党的青年部主任肖静岩 会名好 大家好 还要介绍的是时事朋友的黄一中 会名姐 大家好 好 节目一开始 我们带你来看看高宏安 整个案件的一个最新进展 来看VCR 每个人都有互相道声恭喜 然后也有互相安慰一下彼此 因为我觉得这阵子大家辛苦了 所以应该大家会去放个假吧 民众党在北市推八重四 能阻议会党团 背后却有隐忧 或止北市议员得票率 仅9.24% 远低于黄珊珊的25.14% 民众党全台提86名议员候选人 地标20席 最后仅拿14席 都让柯文哲总统路走得不够平稳 整体民众党的市议员得票率者四旁 第二它并没有一个稳定 而且资源够多的复兴基地 稳定资源够多复兴基地 应该是像台北市 这场选举并没有断了柯文哲的后路 可是并没有让柯文哲有充足的底气 去挑战5.24% 我已经接到台湾大学校的公务女 叫我12月25号回去报告 正在接下说我会为医院要做哪些工作 抢功大位柯文哲插旗新竹 但高宏安还有官司后续 也想让透过壮大基层 铺路通往2024的柯文哲 依旧充满各种变数 好 先来看一下 这个林树辉现在站起来了 他说民众党败选是理所当然的 高宏安身陷司法风暴是其来有志的 我们想请问一下树辉 你为什么说民众党是败选 他应该选多少叫不败选 他应该全国哪几% 叫做符合你们的标准 严格来讲就是重点在于说议员的席次 因为这次的选举主要是为了 大家都清楚 跟民众党未来的2024有关 如果民众党2022选不好 2024就很难选得好 因为地方上没人 那重点在于 所以议员的席次很重要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你们县市议员总共14席 所以县市太少了 本来目标是几席 当然是要 应该是几个都都要有党团 比如说台北市新北桃源 至少这几个地方 还有新竹市 最好台中也应该有党团 可是都没办法 所以选完应该 柯文哲心情很差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说这个败选理所当然 有哪些原因 你在第一线帮赖湘林复选的 是是是 你感受到高宏安事件 是不是造成很大的冲击 对啊 因为在11月初 这个事情就爆开来 那尤其像公积金这样的事情 严格来讲 我们在其他的立委办公室 是没有这样的情况 那可是我们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情况 我们很难想象 你的意思说 除了高宏安 你们民众党的其他立院的办公室 没有公积金的状况吗 你敢打包票吗 对啊 像我的办公室 这我们在管理的嘛 他很清楚 钱是助理的助理费 就该给他就给他 那你们的办公室是怎么运作 那我们就是他该领多少 就给他领多少 那我们委员 所以进你们口袋里面的钱 是不会再吐出来给办公室运作的 不会啊 所以告诉我们这一部是什么发明的 是怎么发明出来 我也是觉得非常奇怪 但是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 明明这个没有听过 听说过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对民众党来讲 我们是刚刚进去的这个一个新兴的政党 那五个委员都是新委员 那新委员一定是照法规照制度来嘛 那尤其像我们就是劳动局出身的人 那当然更应该就是说 该给劳动一定要给老公 那你会不会觉得更不可思议是他从头到尾都觉得自己没有错 他是被陷害 这一点你会不会觉得更惊讶 这当然啊 就是通常他自己想了这一招 然后后来这个人家说你错了 他不觉得自己错 这才是问题所在对不对 这个问题是在于说 他现在的讲法是说 这个是有人告诉他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那他要干部捐嘛 他主要就是要主任啊 副主任啊捐这个钱嘛 他看出来的资料是这个样子 那那这些人应该就是他觉得是比较能够信任的人 那尤其是因为干部的薪资一定比较高 一般的一般的年轻助理可能就三四万块左右四万块 那可是干部的话可能到五万块到六万块到七万块 那这样他能够报的加班费也高 可是你们办公室有事务费嘛对不对 当然啊 你们都是怎么运作 比如说你去办事买差点出差 坐几两车 你都怎么把这个备用 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出差 要去哪里 比如说去南部 那可能要搭高铁 那这个钱就是高铁不要回来跟委员讲 跟委员报 对啊 委员就会处理给我们了 委员帮你们出 不是 是跟委员讲说我有这个出差 那当然就是有我们另外负责总务的助理 就把这个报给他说 我已经跟委员讲过了 这个是什么样的工作费用 所以那他就拿这个去报账嘛 那当然这个就是另外的钱 绝对不是公基金的钱 所以全部是时报时销 当然 有没有委员说我私务费这期末 超过私务费了 你不能报了 你自己分了 我们办公司都没有这种情形 有报就会给就对了 对有报就一定会给 所以委员这个钱怎么来的 对因为他就是立法院统一给的钱嘛 那这个钱该怎么花就怎么花 那怎么可能 其实我们是觉得非常奇怪 怎么会花到不够用 还要用这种 所谓加班费的回捐 根据静周刊的报道 他没有花到不够用 他是进去他的户头就没有出来 这就是我们其他委员办公室 觉得非常奇特 跟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地方 可是人家很奇特也是当选啦 然后你今天居然坐在这里 跟我们说我们那个赖委员 选举的时候有受到这件事情冲击 你是不是说中间选民不见了 当然啦 为什么人家高宏安的中间选民还在 没有这个是两件事 因为其实这一个是说 一般对于高宏安来讲 大家选民会觉得 这一个可能因为司法的打压 然后大家会觉得说 他被打压过头了 所以对他而言 这个打压过头 选民会觉得打压过头 这可能是民进党的错 不见得是他的错 不过是个小事 可是这个事情 对于其他的这个议员候选人 或是市长候选人 甚至黄珊珊来说 大家可能会因为这个事情 选民会对民进 民众党的这个整体的形象 是会有失分的 那其实我们白口莫边 我又不能讲说是这样 或是那样 对我们来讲是很难过的事 所以你们问过说 民众脑到底要不要切割高宏安 是不是一度有这样的讨论 柯文哲说司法太难预测了 不回答 不是大家不会讲说 因为他的选情好 那他的选情好 我又不敢跟他切割 很多人就不敢跟他切割 可是又不能讲他的坏话 但是我们大家应该记得 就是在这个选举的中间 有一次就是主席出来开了记者会 然后召集了所有人 以及这些立法委员 还有这些我们的中央委员 中评委都要去开这个记者会 其实大家去了 很多人心里面是不太想去的 那不太想去也没办法 就像我就没去了 我就说对不起我在服务学 我请假 所以我不去 是不是觉得去了也没用 不是觉得我们对这个事情 心里面有怀疑有疑问 怎么去呢 你觉得这个案子 刚好现在是道德的问题 还是法律的问题 这样讲好了 法律它当然有涉及所谓的 伪造公文书 伪造文书的问题 甚至贪污的问题 那对选民来讲 或是对其他候选人来讲 它所涉及的是道德的问题 会影响的是民众党的清廉形象 民众党的清廉形象 会失分 因为有些人是认为我们的民众党 有些我们不少选民 都希望能够选一个 能够清廉 情政的人出来 可是今天发生这样的事 选民当然对你整体的形象 对你们这样的人出来 你们讲说你们都是 清廉 情政 可是却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不知道怎么讲起 我有件事想要跟你在求证 这是四叉猫的脸书 他说高昊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个江青山 就是那个熊熊 挂了五个月立委的助理费 领了二十几万的薪水 结果办公桌放在民众党的立委院党团的法案组 工作是整天坑拍柯文哲 赖湘林的办公室里面 有一个橘子姐挂了一个月的助理 办公桌也在党团 有一个朱泽成挂了半年 办公桌也在党团 月薪三万多 然后有给你们开 劳犬女神问号 但2020年的赖湘林是民众党团的总招 把助理放在党团办公室 勉强可以拗过去 但是他要问了 蔡碧如张其露邱成远呢 有没有拿办公室助理费去养党工 养多久养几位 要不要说清楚 这个事情是这样 我觉得我因为当时我在党团 所以我清楚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不知道谁去跟柯文哲主席说 应该要统一调度 其实我们他一开始要求调度的人员是更多的 他一开始是希望说 每一个办公室的委员 能够指定的助理就两个 一开始 就是两个派到立院党团 不是不是不是 自己的办公室 就是你的助理只有两个是你可以指派 一开始是这样 那但是呢 我们觉得说这样个不合理啊 那剩下的呢 剩下的助理应该由党团 或是党统一临选 这样子 然后来统一调度 我自己是办公室老板 我是立委吗 我只能用两个人 其他就是让你科大主席 全员统一 一开始是这样子 对 可是我们不断地去争取 因为你做法案 做预算 做政策 这个都是需要人力的 你要尊重专业 很多人 他想说不分区是我伤给你们的 没有我柯文哲的官环 你们不分区立委做吗 所以我们有尽量去争取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最后争取到就是说 我们一直争取 争取到就是说 求皇上恩准 能够希望变成是 至少至少最后变成是两席 他们统一临选 统一来调派 那我们其他的人 我们可以自己来运用 最后是争取到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这个 那后来谈的结果就是说 这个统一调派的人 要到党团去工作 但是他也可以 他也要做委员个人的事 也要做党团的事 是这样的情况 像那个朱泽成去 这个党团办公室 他也要负责 跟赖孝林办公室 进行联系 然后我们要去咨询写的稿子 他也要负责写 那这样才能 才有办法做 对啊 所以其实不是就这样 那你说刚刚有提到 那个橘子的事情 橘子他就是 他也是派来这边做 可是他做一做不适应 没多久就走了 派到党团做 对 然后做 因为他也要必须要服务 就是整个党团的运作 那他可是他做一做 他觉得没有 所以他过来一个月 是因为他就离职了 这样就是计生立法院 最标准的 听起来怎么怪怪的 其实我真的听起来很怪 我这样讲 没有错 这个部分区 尤其是民众党是新兴政党 他的部分区 之所以会有这样立委的产生 多少 我敢说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 大概都是因为 党主席的光环 这是事实 因为民众党现在证明 其实他也是一人党嘛 就是说 却除掉的柯文哲 恐怕民众党就会泡沫化 这也是事实 那人高红安又撑起一片天了 那他可是他因为 他有另外的问题 啊有没有办法说 这个长期让民众党 经营这个我打一个大问号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即使是如此 不分区 因为你柯文哲光环 然后我当部分区立委 这个是你私底下要怎么样 对这个柯文哲感恩戴德 这是你的事情 但是我必须要讲 公家的款项 就是公家的款项 你怎么可能说 我不分区的这个立委 然后我不分区的立委 公费助理是来自纳税人的钱 然后呢 我纳税人请的 这样的一个公费助理 我讲话是最持平 假设你今天是用在党团 我认为是说得过去 例如说你不分区立委 你自己办公室两个助理 然后你剩下两个或三个 其他的助理 你要给党团使用 党团是在立法院的党团 在立法院的党团 他要负责什么 负责朝野协商的议案 负责要沿你这个法案 负责法案研究 这个说得过去 所以赖湘宁办公室的做法 你觉得还可以 这个是正常的啦 坦白讲 因为这个就是属于公的事物嘛 但是我话讲回来 如果他今天这个助理 他名字好像是挂这个党团的助理 挂的是这个部分区立委公费助理 可是他做的是党部的事情 这个就绝对有问题 这个问题很大 我再次跟大家讲 例如说以我个人来讲 我也是民进党 新北市党部的主委 但是我绝对不能够去用 这个党团 党团的公费助理 来我党部做我党部的事情 因为你党部就是民间团体 这是分得很清楚 我举例来说我们党务发展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例如说党部的发展目标 我们就是辅选 我们就是辅选的工具 坦白讲就是辅选的工具 但是你党团不是 你党团内部所有的法案议案 那是因应人民托付给你职责 所以你要好好的去立这些法 做这些相关的研究 然后能够增进公共事务 这个跟你为了自己政党的党务发展 那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假设你今天是用公费养的助理 然后拿来做党部 民众党党部的事情 这当然有问题啊 这怎么会没有问题呢 你工费的 用领工费的钱 来做私人党部的事情 那当然是有问题 这个就是标准的国库通党库 熊熊的case是说 高宏安出钱请他 对 他的办公室在立院党团 对 然后他做的是追星的工作 当然不行啊 你觉得这个司法过不了关 那个实在是 我跟大家讲 做跟拍的工作 他现在就是 他挂在党团当助理 他领的是公费助理 然后他去当柯文哲主席的摄影官 不是我想不懂 台北市政府刚刚没有一个随行摄影 以前要从高红那里补一个人贵 拜托 这样让他来做 就贪小便宜啊 讲白了就贪小便宜 你一个市政府怎么会没有摄影官 一个市政府怎么会 新闻局随便一个新闻局 随便一个观光发展局 任何局处一大堆经费 怎么可能会没有一个 那个随行摄影 我觉得整个乱了套 整个乱了套 他不是乱了套 他是贪小便宜 我跟大家讲 他就是贪小便宜 你长期以来把公费助理 当做私人助理在用 或者把公费助理挪到其他地方 去当党主席的跟拍 那当然是有问题啊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 当然要追究 那这个其实跟高红安的 那个助理费 其实一样都清清楚楚嘛 你助理费就是助理费 没有公积金 我跟大家讲 不要用公积金来误导民众 全世界包括台湾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法律里面 没有公积金这个名词 没有什么立法院的这个助理费 还有公积金 没有这个名词 立法院的标准配备 就是公费助理 不是公积金 所以他是把这个所谓的公积 这个助理费 把他挪用 诈领了 或者是低薪高报之后 诈领出来 然后把他挪为私人的小金库 这个私人小金库 当然是有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整件事情 民众党的党主席 尤其这件事情 跟柯文哲又牵扯到关系 我觉得柯文哲要讲清楚 你知道你去鬼扯 那个什么追星 那听起来很好笑 你知道吗 当然我觉得 好笑又怎么样 我选上了 那不一样 我觉得他选上这次民主很错的示范 我跟大家讲 一大挫败民主 那个任何人被检察官抓去讯问 如果你是证人 然后证人 你要受到法律规范 你不能乱讲 其他被告没有规范你 你被告又天花乱醉 所以讲到讲到五四海都你家的事情 什么追星族 那你要怎么 但重点是检察官会采信吗 法官会采信吗 我觉得很难 说是在公接近这件事情 我好像说民众党的柯文哲 诈理委员 结果其他你有办法说 你说没这个状况 没有啊 我们没有 所以这是 这应该是高宏安想出来的 我觉得可能是他 他自己想出来 他现在如果要牵托其他 他为了要省他的事务费 我想要问一下黄毅宗先生 你年轻人看这件事 办公室误费 一年十七八万 这个账户的金流只进不出 办公室的开销福报助理 薪酬诈领公帑来维持运作 助理说 他涉及这样设诈 公积金的事情 是十月被踢爆后才收手 前后已经两年半了 所以到底多少钱 高宏安自己也把他限缩在六十万 六十万是小兔账本的 十个月六十万 十个月就六十万了 如果是两年半是多少钱 按比例来算 所以他目前就是说 据说可能有些账本已经销毁了 那现在唯一 至少检调那边有的 就是小兔那账本 那十个月 所以他交保六十万 是因为小兔那账本 他认为他至少 涉嫌 有所谓的乍连这六十万 可是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小钱 你以高安的格局 以高安的等级 在鸿海当过副总 这种陷阱的人 年薪千万 号称千万的 你说我拍天 你立委一会也二十万 的人 列一谈完小钱 你会觉得一般人会觉得匪夷所思 可是年轻人好像可以接受 年轻人不能接受 只要讲大秘宝就好了 对 偏偏他就是发声了 就是说你这件事 你会觉得说 这有什么好多谈 这种小钱 你在那边谈什么 可是他就是真的发声 因为真的账本 历历在目 所以这件事情我只能说 他们对于法律的认知 包括他的柯主席 对于法律的认知 跟一般常人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 刚刚讲那个熊熊 那个随行助理官 他是高安的公费助理 但是你跟着柯文哲 每天在那边当他的收入官 可是这里面 显然就有问题 你每天跟着他这边 柯主席怎么不知道他是谁 可是他认为这件事情是 那个熊熊的账是这样 他原本是民众党付给他 然后其中有五个月 是转到高安底下的那个账 然后之后又转回去 所以对他们来讲 可能对他们主席来讲 他认为这都是我的钱 就天下都是我的 我奉地嘛 钱都我的 所以我要怎么分 基本上我说的就算 所以这个是 所以我说他们对法的认知 基本上跟一般我们正常的 有受过基本教育的人的认知 会有很大的落差 但是现在就是说 因为你说有什么高安 这样就会掉 这就是因为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气宝效应 因为今天你是三家庭 你今天如果是两家庭 一打一 你以为民进党是一个 高安是一个 那不必说 因为你这个事情 对他的那个中间 选民的形象影响会大 可是偏偏今天是三家庭 而下架民进党 成为最大共识的时候 对于这些民众来讲 他高安的小金库 他知道那个有问题 但是对他来讲 他有个更大的目标 就是下架民进党 所以他们会去选择气宝 小金库看到这个巨细米 很想看大秘宝是怎样就对了 所以对新竹人来讲 大家也大概知道 就是先让他选上再说 为什么 因为从三条一 两个都得到 反正高安这个案子已经检掉 都已经检举 会继续查 他闪不掉 但是你让高安选上以后 他可以去开开那个大秘宝 到底有没有问题吗 所以你一直说选民 也是用他的智慧就对了 这就是两全其美 就是说两个都有 所以现在你看 显然嘛 高安也太厉害了 当初选他的 他原本挑的那个副市长 他还说要辅会关系协调 就是宜党的秘书长 陈炳黄 一个退休的公务员 老先生 但是因为他去搜索 他本来要找的副市长 在搜索以前 他的副市长就是陈炳黄 这个就是谢文静 许秀锐两个宜党底下的秘书长 所以辅会关系做得很好 然后他也当过二十年的地震局长 算是一个很资深的公务员 但是自从他被搜索以后 他被巴入搜索以后 现在不能坐以待毙 所以他现在对他来讲 你知道 他就立刻丢包 辅会关系得好的陈炳黄 你看陈炳黄的再见 你看世界杯 这时候怎么办 你落后 攻击是最好的防御 所以现在就找高减速的减车官来 而且还年轻 四十六岁 四十六岁正是办案最强大的年纪 所以叫他来 拜托他来 这个检察官是怎么接线的 有人说是因为那检察官 本来就跟新竹那边的一些企业 有一些学生 他好像当了什么体育的顾问 所以纵使他有人脉 但是刚才说的是 高凯安三个律师 都是法国教检察官退休的 我看他公积金缺到这个地方 他会欠三十万的 加起来九十万的力度 我吓一跳 当初是贪小便宜 现在知道事情大条 所以他现在不贯了 反正他高凯 高市长他的筋就咬下去了 还请了一个超级 人家说这个不是副市长 这个是大户法 现在今天有风 凯安三光站在旁边 随时可以问他法律问题 而且这个凯安三光 他的工作就是要打开他的大密宝 我现在就跟大家预测 预言了 不管最后有没有拉出 新竹市的弊案 总之 他可以一个一个的拉出 你行政上的瑕疵 因为你知道 他说他追加预算 那追加预算这种东西就是 他就可以去丢 所以将来就变成是 只要检察官这边有个动作 他马上那边就说 你看你的案子这边有 可能有问题 可能有问题 这样一个一个丢出去 那就可以两两抵消 所以对整个局势来讲 就是高安这边有个小事情 但是新竹有个大事情 高安这边有个小事情 新竹有个更大的事情 所以一来一往之间 可以保他未来至少一两年 在他还没被法官定罪 所以你选这个人 就是现在是非之中 泥闹之中 他摆明了 好像创下讲的 整个新城封城 那边是非之地 摆明了他已经不管 要怎么建设 至于这不重要的 新竹的发展已经不重要 对他来讲 现在新竹就是他最好的攻击的地方 攻击的发起线 所以未来的新竹是 我心里的人 选前大家都问我说 谁会当市长 选后都大家问我说 高安什么时候被关 所以我们新竹就变成是一个连续剧 而且显然这一本连续剧 还会一直演到 如果我要跟赠你一个 不是攻击发起线 富与王抗最后的堡垒 广告说我们会有更多的讨论 马上回来 好 欢迎您回到新闻现场 通常一个市长 已经不是那么熟悉 新竹市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应该选择一个 很鲜熟当地的副市长 表示说你要好好的来拼政机 但是高安选择的是一位检察官 很多人跌破眼镜 他到底在想什么 那么很多来宾都已经估计到了 这两年就是他的司法攻防 甚至说他什么 富与顽抗的最后堡垒 高安不是这样子的 你们这样子就小看他了 他说他就职新竹市长 就是要完成林志坚的元旦愿望 是什么 大新竹升格专案办公室 选前打着点滴 也要跟杨文科见面 想的就是大新竹合并 当初林志坚要大新竹合并 让你没得到怒头 现在你来这大新竹合并 可以吗 我们来看VCR 拉下红色丝带 新竹市长当选人高宏安 卸成交大接派活动 对于竹竹苗合并升格 甚至将新竹推成半导体之都 高宏安跟新竹县长杨文科 交流得很密切 22号也再度会面 攻上大新竹生活圈计划 但国民党眼前还有更大问题 选前倒戈力挺高宏安的 国民党副议长余邦彦 22号突然抛出震撼弹 说个人移速要退出国民党 余邦彦议员退出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其实那是 就是等于是说 跟国民党的这个部分的事情 那跟我的市政的这个部分 好像其实这个关联性上 我是目前还没有觉得说 有什么绝对的关联 但是我想其实是余邦彦副议长 其实在我在做地方服务的期间 其实我也向他请议过 相当多的地方事务 真的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副议长 优秀副议长想连任 却传出他因为选前倒戈 操作蓝白盒 引发国民党内部不满 21号党籍议员 在副议长假投票时 余邦彦只拿6票 输给首次参选 就获得8票的陈庆龄 让他各额退党 本来可以代表党参选 但是我个人觉得 团结是顺选唯一的这个条件 既然能够让党跟团结 我的牺牲我的退出 我觉得是还好 议席之间风雨变色 陈庆龄退出副议长选举 余邦彦也撤回退党声明 莱茵竹市议长副议长选举 宛如闹出一场 后续又会怎么演下去 还得再入观望 就像刚刚益中讲的 我得我得11点分 我就从这个之前的密保里面 偷一个东西来讲一讲 林志杰已经去职了 对不对 沈慧宏也没有续任了 底下的士官 每个都还在新竹市政府上班 他们签合要 有没有盖过那些帐 他一个一个找麻烦 讲到这边 讲到民主党 我要先讲一件事情 其实今天我身为台北市民 是蛮快乐高兴的一天 跟我一样 我们来干一杯 对不对 他可我也没有很高兴 因为那是后面在说 只是练深蹲而已 但是放完假之后 我们就没有柯市长了 对可以不用看到他 台大医院的人要头痛 我们就放完假没有柯市长 我为什么讲柯市长 这个模式台北市民都很熟 因为上来之后 如果没有任何的方式 五大弊案 我要查弊 然后我要怎么样 怎么样 所以现在高宏安也是在这个状况 而且他比柯文哲的压力更大 因为他去面对司法 所以他会不断的创造风向 创造议题 去遮掩转避 等于是在一个对决 那我讲实在话很简单 第一个 如果在整个第一检察官起诉 法院判刑之前 你没有拿出你三大秘宝 你没有把一个所谓的秘宝 很具体的讲出他的违法 你就完了 所以他才会找一些人 可是事实上很难啊 为什么很难呢 因为公共工程他自己前面有 开始有点转回来 他说要debug debug就是抓肉嘛 抓虫嘛 那为什么 因为公共工程坦白讲 没有任何一件事 也许追加预算 大家觉得很离谱 也许觉得追加到很离谱 也许觉得什么 可是所有的事情 这些相关的文官 有没有盖章 有 有没有在中间有会议 有没有什么哪个法条 有没有等音讽词 除非你抓到一个 是直接就是上面硬压的 然后不然呢 你要怎么办 可是新竹市 他不是直辖市 他不是直辖市 他半数以上 都是事务官 你这样子不是 现在弄了一个检察官下来 你要去查这些事务官吗 那你觉得他的整个 不要讲辅惠关系了 整个市府的内部的问题 就会闹不完 所以这个检察官就是说 不是带着大家向前冲来 这个心力的 他是不是一直在看 他的事务官 谁过去做了什么事情 每天都在查这些档案 那每天到了市长办公室 因为他要当专案小组的负责人 不是吗 那每天到了市长办公室 到了那个楼层里面去 副市长办公室 前面经过的时候 就想说 我会不会被叫进去 我一辈子 我也是奉命行事 按照法规行事 所以除非你找到一件事情 不然我给他玩了 可是另外一个阵子 刚刚你讲说民众党 对不对 将来会败选 其实不是啦 民众党不在现在败选 将来也已经败选 我先讲一个状况 我很喜欢理工兰 我很喜欢看空中浩劫 看各种的空难 空难的最后报告 都有最后一章节 那个章节叫做 企业文化是不是有问题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因为有很多的状况 可能是机师的问题 可能是维修的问题 但是大家最后都要去检讨 就是是不是这个企业 在运行的过程中 有某些事情造成前面 当然都是个人疏失 所以企业文化有没有问题 那企业文化里面再回来了 高宏安现在由我们讨论 很多犯刑 这种犯刑最后 有检察官和法官在处理 可是我们到司法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 叫做泛逸的来源 你的泛逸是怎么来的 那泛逸你以为高宏安就说 是我自己想的吗 跟周刊所讲的 是因为我想买咖啡 买咖啡豆吗 所以我想出来吗 怎么可能 这不会是高宏安 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况 刚刚讲的什么 开始国库东港库 派两个助理 或是要上缴 翻译的来源 我觉得柯文哲 还有整个民众党 要紧张一下 因为他的翻译来源 他绝对不会说 是我自己 是因为某些企业文化 那这个企业文化 如果真的出来 也许在法律上 就好像那个FCC 那个什么 所有派空乱里面 他们企业没有事 但是你有这个责任 那出来之后形象很好 所以有很多空乱 很多空乱 虽然是鸡丝犯的错 但是最后公司都倒了 因为大家对你这个 企业文化 你说民众党快 面临空乱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在这边 现在是应该 民众党更紧张 因为你相信高宏安会说 是我想的吗 还是高宏安最后 如果在追究 犯逸的时候 他的论述 会不会是你们民众党的 某些企业文化 所造成 这个一出来之后 你看民众党 怎么站出来面对社会 所以还会有舆论的一波 压力就对了 所以民众党 所以现在柯文哲 应该是 还是讲说柯文哲 其实现在不用想那么多了 他就是宋楚瑜 而且是最后一次选总统 你要补充 对 就是其实我 要讲一下 就是我两年前 之所以会参选 中央评议委员 然后进而当 这个中央评议委员会的主委 就是想要 震衰起弊 希望能够让 转变这样子的政治文化 那我希望就是 我们党能够建立体制 建立制度 那我进去 也是不断的 就是设立法规 把怎么样进行 危机调查 处分 怎么样进行 这个入廊审查等等 这样的法规 我们来建制 很可惜啊 我们 在处理这个 争议案的 我刚刚我们所提到 这个争议案的 第一个案子的时候 就出了问题 那 大家都知道 他就在党内里面 呛说 骂我 骂说谁家的狗 等等这样 那这个事情 但是你应该不是 第一个被骂狗的啦 你们民众党内 谁是第一个被骂狗的 还是有更难听的 有啊 真的啊 我不知道 只是因为这个事情 当然对我来讲 我个人不是问题 但问题是 我的家族 我的家人 他们像我弟弟 像我妈妈 他们看到这样的新闻 他们看到这样的事情 都会觉得很奇怪说 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那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讲 他们喜欢过柯文哲吗 你的家人 以前 对他们是有好感 我母亲 以前有好感 我母亲 我的弟弟是有好感 那现在呢 那现在这样子投不下去 他们真的投不下去 你说对民众 对 我跟他们讲过 像我弟弟的户籍 就在新竹市 对啊 这次他也投不下去 我跟他讲了 他没办法 那这个就是问题 气氛太沉重了 因为下午的时候呢 我就会看柯文哲市长在辞行 在那个市政府 你跟我一样高兴 心情非常正面啊 我心情非常的好 正常来讲 如果一个市长住了八年 他卸下重担 因为他自己本人 然后很轻松快乐嘛 就是他辛苦了八年 那其他他的同人应该会很不舍 依依不舍 甚至流眼泪 送他离开 情况完全颠倒 柯文哲哭上着脸笑都笑不出来 那我每个跟他辞行的都笑得很开心 这个是有截图的 你看这个经典的画面 每一个跟他合照 都笑得非常喜见余色 动一把这个瘟神送走了 然后就柯文哲本人 眼色非常凝重 完全笑不出来 他每个人去健身房报道 要练深蹲 因为他知道是说 他这次离开之后 他就没有市长这个权力了 所以柯文哲没有这个权力之后 他接下来怎么样子维持 他的政治舞台 怎么样拼总统 怎么样延续民众党 这个难度来讲 都是非常的高 那高文安有意思的事情 是说他最近终于讲出了真心话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他找检察官当副手 退一万步来讲 是希望个人的争议 能让市民放行 意思是说 他个人的司法案件 他涉贪这件事情 就跟他找副市长 他自己承认这是有因果关系的 那就不是摆明了 就是你拿市政府的这个钱 然后帮你去请法律顾问吗 非常荒谬的一个事情 你看然后更有意思的事情是说 大家都关心说 他的这个小内阁到底是谁的人 我还很细心的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这个表单 除了刚刚这个检察官不在上面之外 副市长不在这 这九个人当中 只有行政宿长谢伯宏 曾经在柯文哲的近半当谁行秘书 其他这些人 有些原本是在桃园的新竹市府 都在新竹县的 都跟柯文哲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柯文哲在整个高文汉市府里面 勉强要算只能占10%左右 就是被高文汉放生了 那柯文哲他现在被高文汉放生之后 柯文对高文汉来说最重要是谁呢 也不会是郭董而是宣董 那为什么这完全都是有迹象可学的 大新竹合并这件事情原本 林志坚那时候在提的这个时候 是指竹竹合 但是杨文科呢 他就是就要去提说 他要把那个苗栗也加进去 而这个也是呢 那个宣明志他们都是共同的 有同意这样的一个提案 换句话说呢 高文汉他现在要拿出来去讲说 要去什么实现林志坚的愿望 其实就是要去推竹竹苗合并的这个版本 那我个人对这个版本哪一个好坏 就是苗栗到底要不要并进去 我没有太多意见 这个是专业的一个市政评估 但很显然的 在整个市政的这个方向跟意见上面 高文汉他现在是完全的 就是以宣董的这个方向去走 这是可以已经可以看到的这个事情 至于是说刚刚讲到公积金的这个事 我简短讲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说 刚刚是每个月8万的事务费 所以他32个月就已经256万 然后呢 刚提到是说那60万助理费只有10个月 所以照比例来算 32个月也差不多200万 高文汉的涉案金额其实是450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刚刚有 其实不是很相信说呢 这个是高文汉他独创的 我真的觉得 这个实在是太侮辱高文汉的智慧了 他就是会为了咖啡机去创出公积金的人啊 你不要不相信这个事情 第一个 他的从进入 我是说 是不是他独创 但是他不会说是他独创 犯逸 对不对 不是我只能说 真的太胖 太胖 因为这事情 不是因为这我太清楚了 他从进入资社会开始是什么 北朝北果然不一样 是他的这个恩师洪玉祥 洪玉祥他因为在这个 资社会兼差的关系 现在主管已经被拔关了 只是这个新闻 比较少人注意 他先补习班兼差 然后出国偷念博士 念博士的时候 论文还是抄 跟其他人一起和谐的这个论文 然后包含在郭董这个面前 还去叫他去买科制器 还涉及草内线 所以你这一路上跑过来之后 你告诉我说 他不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 他不喜欢钻漏洞 他不会去发明 就为了买一台9999块的咖啡机 然后去发明公寄金 反而大家是不会去相信 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 看下来的是 他现在目前看起来 高文安是比较老神在在 他可能评估说 到起诉到定罪 应该还要一两年以上 这个时间 所以他暂时可以先喘一口气 但我觉得其实比较苦的是新竹市民 因为整个小内阁 一致排开之后 看不到市政的专业 对 然后这个柯文哲 他最后打包 我呼吁一下 你跟他那个照片 只有他哭上着脸 其实他很高兴 现在准备台大的学生 要哭上着脸 你看他脸书写 台大学生小心 柯批回来了 柯批回来 如果照他 就是他 有没有可能继续有这个能力 当新竹的地下市长 你就有没有机会 他走下去 Game over 这一次选完最可憐的 就是柯文哲 我排队是这样 他当初是当最高安 是他的那个 也贪头保 行政局也会过康庸 所以他想说至少高安 这一局能稳下来 可以对他2024年有帮助 吃到肉 刚才人都应该说了 人家的官都没有在柯文哲 人家早就不够在柯文哲 而且讲来念 高安上也不是因为柯文哲 高安上是因为宣董 帮忙 就是说他知道了 他现在把杨文哲 打点滴也要去 我想说拜托杨文哲 现在是你大哥而已 他那个感觉好像我你小妹 杨文哲是我大哥 那种感觉已经出来了 所以他很明显 未来他包括他的这些官员 都是从国民党那边找过来 所以很明显未来 所以国民党也很开心 国民党果然想说送 董初期放生零根人 兄弟也跟他吵头 没关系 现在中了一个高安 也是我们的人 所以你看 这一个局很明显 就是一个超级蓝白盒 这个过程中 直接被放生的 就是那一位在台大医院地下室楼 那位柯P氏 我补充一下 因为柯文哲在四天之前 大家也就说 他去台大医院 只是要符合领退休金的资格而已 他自己本人也就讲说 他考量医术 无法维持过去水准 不要占位 留给新进人员的这个升迁机会 他自己也承认了 是说他只是过个水而已 这样才拿到退休金 那就不要回来了 他到有缺点 不是他也要过去 才拿退休金 他必须要先去那边 在那边退休 所以他就承认要退休 是认为说台大医院 应该在苗栗设个台大医院 苗栗分院 因为柯文哲跟苗栗的感情 他现在不可能去台大执教 台大医学系的学生不是吃素的 你以为他们都是苗栗分院 你以为他们都是苗栗分院 到时候柯文哲去 大家就会想说 柯市长不是医生 他就挑战他 然后去问他问题 到时候他回答不出来 或者被报导出来那怎么办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他这个过完水之后 很快他就会从医院再退休 去做他的党主席 对 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下国民党 高鸿安会不会很快就加入国民党了 明明就是跟国民党眉来眼去的 其实当然我们看到柯文哲要难过 要哭 我觉得是应该的 这个就像刚才易中老师讲的 本来柯文哲期待新竹是他的贪头跑 可以变成他要进攻2024的最大基地 结果没想到高鸿安在选举的过程 就爆出这样子的争议 而且现在显然高鸿安 看起来对柯市长是不大买单的 用的人里面不大有他的人 那更不用讲说高鸿安身先这个危机 我觉得他现在可以尽管老神在在 就算我们知道司法他 你要检调要起诉 然后司法要判 他可能又要上诉等等的 高鸿安接下来就算这四年 他也会非常难做 为什么 你是一个一天到晚跑法院的市长 而且是更不用讲说 在道德操作上面会被市民 甚至是自己的政务官 都会对你有所自已 他这样子挣得住 新族式的政务官嘛 我是抱持一个很大的怀疑 更不用讲说 大家拿出来讲真的是笑死人了 你说什么为了要买咖啡机 星巴克的咖啡豆 然后自己不愿意出钱 然后要大家才设立公积金 然后要大家上缴 讲真的 大家都会为自己 你可以我们遇过小气的老板 我们也听过有些委员跟议员 是很小气 对助理没有很慷慨 但是我们没有听过 小气到要助理 把钱拿出来 然后上缴 用这样扶爆的方式 这个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我想大家都应该很 我再补充一下 小气到把可乐用封条封起来 那个才是我听过最扯的吧 怕助理就说可乐封条封起来 我看到这个状况 就可以直接宣判 柯文哲2024讲 真的基本上不用玩了 其实我想 你们国民党没有蓝白色 这件事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没有 但在国民党的立场 大尾啊大尾啊 你柯文哲 国民党连立委都不会让 你柯文哲已经没有影响力 国民党当然是想办法把我们 从国民党这边流去民众党的选票 想办法拿回来 这个是任何政党都会做 比如说民进党也想要把 柯文哲吸引部分绿营的票 给拿回来 这是一定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柯文哲现在为什么头痛 台北市有这么多职学 可以让他塞他的人 他现在少了一个台北市 直辖市 甚至新竹市 新竹市也不买单 柯文哲现在这样子的状况 这个2024柯文哲 想要参选会有帮助吗 我想大家应该心里都有评断 我觉得其实高庵安 这个事情 我坦白说 有很多人说 高庵安说真的 那贪不太多啊 真的值得你们大叔特殊吗 这个媒体要讨论什么 这个我们都尊重 但是我的意思说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会去贪那个钱 大家会那么重视 我知道大家说 因为他是要选新竹市长的人 大家不要以为说60万而已 你想想看 如果连立法院那种规定 这么严格 而且大家 整个眼睛都看着钱 你都一样是这样做的话 现在他做新竹市长 你知道那个资源多多少吗 那个光是一个市长 可以动用的行政资源 或者他可以透过 他市长的权力去影响的资源 你看他有多少 那如果他很多事情 如果照过去很多人在评论说 这个高庵安 哇你看从资车会一路以来 那种很多事情都很会 透过各种直接间接的 这样的手腕 然后造成自己的利多 例如说 我可以出去 出去这个明明是出差的名义 可是我可以利用出差 然后搞一个这个学位回来 或者是我可以利用这个 在资车会做的这个相关的研究 然后到最后又变成是我论文的 这个提这个相关的内容 未来对于新竹市政的发展 你会不会也有可能这样上下其手 然后到最后因为这样子去偏袒 或者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不明的资源 流入对你有利的这个相关人事里面 这个当然是大家会质疑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选战过程中这个部分会被提出来 这么严格的这个检讨 我想就是大家对于一个未来担任 这个新竹市长人选 你到底你的人格能不能获得信任 那现在事实证明 就是说一样一样检验出来 这个未来恐怕高宏安要面对 这个司法的这个检验 要远比他关心市政要多 另外我再提一点 这次高宏安他这次的副市长人选 简直是真的是荒唐到极点 我广告说要让你评论这个 就是说他找检察官 他副市长到底有多么的不适当 另外我还要再请教博文的是 有没有可能高宏安接下来会退出民进民众党 不然他怎么想要接下来连任 他这次选上真的是国民党的功劳 跟民众党是没有关系的 有没有可能退出呢 广告说跟这个讨论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